YES! 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節的萬米早晨節目 今日也會跟大家說說 一個我們暑假轉會槍 相當重要的位置 就是前鋒球員的位置 大家也知道這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位置 希望可以補強 今天會和大家介紹一位 頗有潛質的前鋒 另外再一次多謝數據Ben 昨天和我們做了一集節目 說說愛媛頓長波 一些相關有趣的數據 想不到有些巴佑也做了一個統計的數據 關於數據Ben 大家未看的話可以看看 也希望大家給多些鼓勵Ben 讓他可以繼續幫大家找一些相關 每一場波的有趣的數據 再次多謝你 說這位前鋒之前 也有萬聯相關的資訊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是Mac Lawton 海人也 他是Times的體育總編 他有個資訊說 萬聯的Banker 設定了一個 deadline 4月28日 就是第三次下必的 deadline 也是最後的 不過說真的 這些 deadline 和最後的 deadline 都真的有得變 因為 Galassa 其實沒有一個必要去賣萬聯 跟車路士那次有點不一樣 所以 儘管看看4月28日之後 會不會有好消息 究竟是 Sir Jim 卡塔爾 還是Galassa 保持不賣 還是還有另外一些 新版主的可能性 4月28日或5月頭 又會有更加多資訊 暫時也未知 當然這也是對於萬聯來說很重要 因為新一季 即是暑假的轉回槍 可以用很多錢 有很多錢用 或是省著洗 都跟這件事有關 另外我們的愛者球員 Armour仔 Ferbici Romano 弄了個資訊 其實是Armour仔自己說的 他就說 我現在在萬聯 未做到我最好 暫時未做到最好 但希望在下一季 可以證明我的才能 我的夢想 都是在萬聯 踢一個經常有機會表現到的 這是我的夢想 可以加盟他們 我很喜歡這個球會 Ferbici Romano就說 如無意外 今季在新特蘭表現 相當突出的Armour仔 就會有一個機會 回到萬聯做一個季前 甚至乎 上半季有機會 留在萬聯表現自己 儘管看看 如果 坦克真的給了機會 他的話 他是不是真的可以 表現出來 告訴大家 他值得在萬聯有一個位置 另外關於福仔的受傷 暫時的資訊都不是很多 暫時坦克就說 其實暫時要再 要看看醫生 暫時未有最新的資訊 不過 明晚會做幾個招待會 因為我們勾爆杯再次出戰 看看坦克怎麼說 但坦克就有少少投訴 為何我們英超 星期日晚 踢柳加素 然後星期六踢組場 變成休息 少了一整天多 也有少少說 球員的恢復 真的差了一整天多 福仔自己就說 出了一個IG帽子 就說 Plenty more in the tank 就是在油缸裡面 還有很多 是不是告訴大家 他飢餓就不知道 不過說真的 我們接下來 會是主場對西維爾 這場球 福仔會不會出到 還是捲勤呢 明晚就會有他的資訊 我個人的估計 這一場都不用預算 然後不用預算 再說 今天要討論這位球員 他的名字叫Flarine Barlogan 現在在踢法甲的Rims 其實他是阿仙奴的球員 現在21歲 7月就會22歲 是美國紐約出生的 但他也入籍了英格蘭 U隊來說 是踢過英格蘭 現在是阿仙奴 我剛才也說過 去年他也踢過英冠的米道士堡 不過那時候 卡維克應該還沒有去教 所以應該沒有被卡維克教過 而且他去年在米道士堡 只踢一般 但是今季去到法甲就爆發了 在頭十一場球 已經有六個入球 一個左攻 在現在這一刻來說 他踢了29場的法甲 入了18球 欠神射手 和麥巴比和David 但是他不是一個很傳統的九號仔 他比較上踢偏左一點的位置 大家見到 他今季的Hit Map 都是中間偏左的 所以大家留意 雖然他是一個踢九號的球員 但其實他也是可以踢左邊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他的踢法上高 就是非常有爆炸性的 即速度很快的球員 我已經看了三個Sculpting Report 一個 兩個 三個Sculpting Report 就得到一些Summary 究竟這位球員 是怎樣踢法 合不合馬亂 還有 會不會真的幫到手 好 他就像我所說 非常快的速度 所以他在一些比較有空間位置 給他的時候 他就很快了 這件事有點像複製的 大部份他的入球 都是一個 對方有空間之後 他直線衝過去 尤其是當對方打高位的時候 他就很多時候 會有很多好處 他很多時候 都會找到一些情況 令到自己可以彈刀 對著籠子 但是他的射門 可能真的要改善了 因為這件事也很像複製 尤其是去年的複製 但是有一件事 其實他的視野都蠻廣闊的 很多時候他都會拿到 一些自己的球員 還有為什麼他很多時候 會打到好像左翼一樣 就是因為他落體傳中 或者去到一些位置 需要傳給自己的隊友的時候 都做得不錯 還有有時他都可以做到一些轉變 所以來說 他是為什麼可以 入到那麼多球 這也是原因之一 還有他也是 單對單個人 在法格方面 我覺得一定要重新 就是擺重這一點 在法格方面做到一些事情 以21歲來說 他的個人技術來說算是不錯的 正如剛才所說 他的視野都蠻廣闊的 亦都可以令到他 很多時候在一些比較窄的空間裡 都會找到一些位置 他會找到一些自己的隊友 所以其實雖然他說是前鋒 但是他的實力 他的威力 如果是打過兩前鋒的情況 就比打過一前鋒的情況 更好 還有在防守方面 他亦都 是非常之不錯的 因為他是一個 高位壓迫的時候 他會做到事 因為他除了能夠 搶到球回來之外 他亦都可以在遮線方面 做得不錯 在防守方面 很多時候的強度 都蠻足夠的 不過也是那句 他主要來說 在發甲那裏做得好 如果轉到英超 我可否做到 考慮的空間 考慮的時間 還有他在 interception方面做得相當不錯 拿球回來 recover 也做得不錯 所以來說 這個report是一個 summary 他的強項是 能夠 走生後 也都 速度方面相當快 還有在前場的迫搶 做得相當不錯 他的弱點就是 第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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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改善 他有視野 但全球方面的能力 是不一般的 射門也要改善 但有一件事要和大家說一說 其實他無論在任何方面 尤其是射門方面 或者其他方面 在這兩年 下了很多苦工 亦都見到 不停地有進步 所以這位球員肯定很努力 嘗試改善自己 當然了 仍然更加 要繼續進步 才會成為一個頂級的球員 暫時肯定未 好了 說回 究竟他合不合亂 和情況是怎樣 當然 剛才我們也說過 如果 今季 我們是有 郵王家盟 郵王做班主 我們有 很多錢 的話 我想 我們會找他回來的情況 就很小 因為 老實 我們有球員 有很多錢 可能買了Henry King回來 或者買了奧士文回來 就算他來到 也是打後備 我相信 以他現在的情況 他就不會來打後備 因為如果他肯打後備 他都會回阿仕奴 所以這個機會很小 如果我們有 有錢的班主加盟 但如果不是 我們真的要省著花 有限的預算 其實 他也是一個挺有potential的球員 老實實 也是挺適合坦克的球員 因為如果坦克有留意他 而發覺他有些特質 他是有信心去改善他的話 就是坦克有信心去改善他的話 其實這些球員 正正就是以往 阿積士比較有機會彈起的球員 所以 由於他有速度 前場迫搶也做得不錯 遮線也做得不錯 再加上他是一個很有 決心去改善的球員 再加上他一個美國的球員 說真的 我的印象中 我可能是錯的 如果大家覺得不認同 可以絕對拿出來說 一個美國的球員 他幾率相當不錯 一般來說 所以 我覺得在坦克的體系下 這位球員 也可以逆風 逆旁 踢正前的話 其實是挺適合的 坦克用 但是當然 最重要的是坦克 看過他以往的表現 覺得他 究竟在他的大領之下 或者在他的調教之下 會不會做到事 這就真的坦克了很大的半決 所以 如果 我們真的對這個球員有興趣 亦都可以從阿仙奴的手上 拿到他回來的話 我覺得 真的 信心挺大的 因為 一般來說 他的眼光是不錯 而且經過今年 他在英超的鍛鍊 說的是 坦克在英超的鍛鍊之後 我相信他已經明白到 究竟英超是甚麼一回事 還有 說真的 跟昨天介紹的FINPON一樣 他也是在英國 英格蘭踢了一段時間 如無意外 他也有機會計算Homeroom 尤其是我們現在 Homeroom的球員 相對來說 越來越少的情況之下 如果找到一些Homeroom 又適合用的球員 又不是很貴的話 那絕對是一件好事 不過 一定難度 因為他也是阿仙奴的球員 阿仙奴如果 要賣球員 給萬元的話 畢竟都叫做直接的競爭對手 一定不會容易的 所以來說 這也是我們要考量的空間 不過 他們自己也可能人多 還有阿迪達 如果用不到的話 其實也有機會的 所以 究竟這位球員合不合用 大家都可以討論一下 如果大家有看法甲的話 也可以說一下 你看他踢球的時候 跟我們見到的 scalting report說的 會不會有些不同呢 希望大家多多留言 今次的節目就到這裏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謝謝 謝謝